MAXCIA這一個範例 其實這題很單純就是說 因為剛好月份 可以配合那個 就是幾月份可以配合數字 以它顯示出來執行的話呢 這個將來是可以對應到幾月份 那裡面的話會有一個比較特別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呢 這個 一個月份的清單 我們必須要先有個地方可以存放 那所以將來呢 假如說你的資料不只一個 而是一個清單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類似像Excel一樣 Excel我前面講過了 其實在Python裡面的 串列列其實就讓清單 有點像是如果假如在 Excel裡面 如果假設你要產生1到12月 我覺得相對簡單 因為你只要寄1月份的那個 Generate這個 你只要把它輸入到Excel 然後因為它本身有一個內建清單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只要把它向下填滿就可以了 1到12月份就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你會想說 老師 你的清單怎麼出現的 我只有打1月份 然後底下我就把它複製貼過去 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Python上方 這第1個 第2個 所以你只是從1開始 可是呢 串列或正列的話 都是從0開始 所以比較麻煩 每次的話呢 那個數字就相差1 所以我覺得以色列人會喜歡就在 他就1開始就OK 可是呢 程式裡面就是都從0開始 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常常還要換算加1-1 那如果你算錯的話呢 答案就是錯誤 明明你那個要猜的答案是對 結果你換算錯了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後來想了一招 以前在教Jara的時候也是同樣一招 因為第1個是0 那很麻煩啊 明明它就是1月 可是你卻放在0的位置 那你以後要Match的話 並想要把那個數字加1 才OK 所以後來我想了一個方法 你會發現我的程式裡面 就是 第1個空間 我加了一個空字串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把第1個避開了 也就是第1個我不要用 因為它第1個位置就0 那我0不要的話呢 後面這個Jara就是音樂 那就是OK的 可是如果我假設之前的寫法 我是寫成這樣子 那Jara也在0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它輸入1 那我必須把它減1之後 再跟我的index比較 很麻煩 太麻煩 所以我後來想一個方法 完全不要這樣做 那我可以怎麼樣 先把第1個位置空掉就可以了 那有什麼缺點 就會浪費 1個byte的空間 是什麼概念 沒有影響 因為現在印度也太大了 根本不缺這一點點空間 OK所以 特別注意我把它控這個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就清單 所以呢我們建一個清單之後呢 然後丟一個 篡列的變數名稱叫ms 那也就是說呢 那也就是說呢 將來 我假設呢 我input一樣 底下我先註解 一樣先分正 然後呢 一樣產生一個清單之後 所以如果我今天print什麼 printms裡面的 比如說產生是12月的話 那我中東阿五裡面輸入12的話 我這個地方執行 你會發現 這個這個 你會發現 他print出來的結果 他就會把什麼 把那個december 把它直接print出來 所以你可以 把它先停掉 因為剛剛有run 執行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今天 假如要取12月份december 這個詞的話 那我很簡單 這個地方呢 就加一個ms 中瓜符 給他所影詞 12的話 他就會自己幫我把這個第12個位置的資料帶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print的12的話 得到的結果就是december 那如果假設來一樣 如果輸入1的話 那當然就輸入1月 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1月 有沒有 一時內推 所以呢 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 那假如我要寫出一個類似剛剛的這個程式的話 那第一個呢 我需要一個什麼 一個run 然後呢 再把清單建立的 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 亂數產生 1到12月份的哪一個月份 所以我就是 用那個ranger range裡面 那抓的話就抓1到12就可以 所以1到13 然後他產生的run數一定是1到12之間 我不知道哪個月 所以他隨便抓 抓一個月 所以剛剛的話呢 好像那個stambler 所以他可能是 直接就抓到9這個數字 那9的話呢 也就是 我放在一個叫mr的一個變數 那接下來的話就讓他猜 所以喔 這個程式的寫法差不多 我直接寫 畫我一碼號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直接 接下來的話 讓他拆 那拆的話呢 就是 我必須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先把那個stambler這個字 塞到那個 字串裡面 所以問題為 有沒有 問題為 那中間的話 揣個什麼 ms 的第幾個喔 所以把mr放進來 所以呢 剛剛我們那一題 stambler這個嘛 實際上呢 就是產生9 然後9這個數字呢 放到這裡 所以他這邊會 ms 第9個 所以他要把stambler 放到這邊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問題為 stambler 有沒有 所以這個要 你要抓第幾個來顯示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做 所以未來你們都還可以改寫 比如說你可能 隨便刷幾個單字吧 可能畢竟是月份 可能是動物啦 或者是 食物啦 或者是什麼什麼其他顏色啦等等 然後把它改一下 這是什麼顏色呢 OK 然後 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就是 這是幾月 然後後面的話當然就使用個input 所以他就填了 那填了之後的話 當然呢 我們變數是9 所以他輸入的話是m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 兩個match的話 OK 所以如果兩個match 只有兩種邏輯 一個邏輯是true 一個邏輯是false 所以呢 如果m等於mr的話 那當然恭喜答對 break掉 可是反之的話呢 答錯了 答錯底下沒有break 所以他會跳回去 繼續 再回答看看 直到 答對為止 不過當然這一題也是一樣可以改 如果只能拆三次 有沒有 那怎麼改 那兩種方法 所以要不就是 把這個改成4-way圈 要不就加一個 技術器 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一題的話呢 就是 等於是 跟剛剛的這個寫法又一次 最大的差別 就是這個 串列 所以以後 這個串列很重要 因為將來很多資料 通常都是一連串的 所以你要哪裏 你可以放哪裏 你不可能說塞到很多個變數吧 所以理論上 就會建立一個所謂的串列的一個變數 然後把資料分別放進去 所以 後面的單元會教各位 如何利用串列 去塞資料 並且串列將來 還會跟像資料庫 或者跟爬蟲 跟很多很多東西 做銜接 他的角色 其實有點像以色里面那個清單 那個藍的概念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以色里面假設沒有這個清單的話 那很不方便 OK 類似的概念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講的這個程式 裡面其中那個什麼 月份的單字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以色 所以我剛剛其實是 修入那個genery 在那個以色里面 然後我只要向下填滿 他其實清單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以色 那你想說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主要 因為呢 這個以色里面已經內建了 當然他有這個清單才有辦法 如果沒有這個清單當然就沒辦法 OK 試一下 然後另外就是 也試著改改看 要不就是改什麼 改他的次數 所以 只能拆三次的話 當然我剛剛有提到 你當然可以用過回圈 再來的話呢 我在雲端 跟講 雲端上面的第25頁 其實也有一個那個 改VBA的版本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 改成這個 VBA的版本 其實雲端上也有 OK 然後 如果 再不然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 把他改 就是 裡面的 單字 比如說你可能改 改其他的吧 然後讓他可以做一個測驗 試試看 好